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忙 我要出差一个月 想找个人帮我照顾我儿子 多大了 八岁 男孩 您先到一号接待室稍坐一下 我马上安排人过来 呃我呢要出差一个月 想找个人照顾一下我儿子 多大了 八岁 它呢是一只特别可爱的大金马 够 你怎么说话的 那是我儿子 不是 是 八岁 儿子 您去二号接待室稍坐一下 我马上安排人过来 谢谢啊 是 吴妈 你去一号接待室 客户找人照顾他八岁的儿子 一号 二号 二号 是一号 等一下 你去二号接待室 客户找人照顾他八岁的狗 但是千万记住了 不要在客户面前提狗 就说是他儿子 二号 他儿子 对啦 我记住了 二号 我呢是他们安排来照顾你儿子的 啊 我跟你说呀 我儿子很可爱的 也很听话 我给你看看他照片啊 这孩子早熟得太厉害了 这磕尘 你儿子几岁了 八岁 八岁 对 八岁 他呀 跟我待了很多年了 我们俩感情特别好 你好 我是安排来照顾 但是千万记住 不要在客户眼前提狗 就说是他儿子 照顾你儿子的 好 还不错 不过有件事 我得提前说一下 我是一个单身妈妈 孩子是我一个人拉车大的 所以我儿子从小 性格就有点孤僻 不太喜欢跟陌生人接触 真是把狗当儿子 单身养狗 都成单身妈妈了 不过我儿子还是很乖的 平常呢 没什么事 他就喜欢自己一个人 待着画画 画画 他画得挺好的 这画得太好了吧 也就一般小孩水平吧 这水平已经很不一般了 你看 在这个饮食上 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你别看我儿子小 但是他每天每顿 都很能吃的 你说 我记着 他呢 每顿要吃两个鸡腿 两个鸡蛋 一个鸩蠢 然后兔肉跟鸭肝 各五百克 你再给他加一点西兰花 还有一个小鸭蛋 一顿呢 对啊 吃那么多 怪不得这么多 这个太啰嗦 而且做起来也太麻烦了 不麻烦 你就把这些东西 都放一个盆里边 给他吃就行 放一个盆里一起煮 不用煮 直接吃 吃生的 不完全是 你把那个蔬菜煮一下 然后肉直接生吃就行 反了吧 没反呀 他就喜欢这么吃 早晚呢 可以简单一点 但是这中午呀 一定得吃好 三菜一汤 必须得有 和人吃的一样吗 什么意思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是要做饭给他吃吗 当然了 三菜一汤 有荤有素 而且每天 必须得补充药 这狗 待遇也太好了吧 对了 我儿子现在用筷子 好像还不怎么熟练 他用筷子吃饭 当然了 不用筷子怎么吃饭呀 但是就是不怎么熟练 熟练就奇怪了 所以呢 比较习惯用勺子 你烧菜的时候呢 就尽量做一些 勺子比较好养的一些菜 对了 你呀 要经常带他出去玩耍一下 没问题 他再喜欢玩飞盘了 飞盘好啊 他玩飞盘的时候呀 麻烦你给我录个相啊 我特别喜欢看他高高跃起 笼贼雕著飞盘的样子 特别可爱 来了 孩子 借好了 借好了 这边这边这边 这么个玩飞盘呢 你呢 没事儿经常带他出去溜达溜达 他要上厕所 溜达我理解 他不在家里上厕所 我不允许他在家里边上 你带他出去就去看自己 会去草丛一边上 啊 你呢 记得拿一个铲子 还有塑料袋 如果不及时处理 可能你被偷偷了 啊 孩子 停停停 你不能再来 你不能再看妈了 我该被偷偷了 啊 哦 我说 没问题 没问题 对了 晚上呢 可能还要麻烦你 监督我儿子 做下数学题 他还会做数学 当然了 每天呀 要做一百道数学题 到时候呢 你就念题给他 他来答题 但是错了 你一定要纠正他 要是做完题呀 可以允许他 看一个小只动画 这也能看懂 当然了 而且他非常喜欢看汪汪队 这狗也太神了吧 解释了吧 呃 马上了 我能去上厕所 你在这等我一下啊 好 麻烦你了 行 那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先走了 您稍等一下 我有件事情想和您商量一下 干什么啊 毒病吧 你嘿嘿嘿的 不急哈 你妈刚出去了 我妈 不是你胡说什么呢 你在这儿 你喜欢玩飞盘 啊 那阿姨 带你出去玩非凡 我非你丢 我雕个灯啊 这这就还能雕 你咋骂人呐 你不乖啊 这真刻意人 你要去啊 我上厕所啊 我去哪 哦 你还笨呢 这个地方是不能随地打狡辩的 你放一小鸡鸡鸡上 我推 有病吧 那怎么了 这公司全是神经病 只能走 还让我雕非凡 我雕个灯 我雕我雕 这个是送给你的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狗粮 味道很好的 你拿回去给你儿子尝试一下 你什么意思啊 你骂谁是狗呢 你个儿子啊 你们公司怎么侮辱人啊你 给我等着 我跟我们去 我哪儿侮辱你了 这怎么还变了个人 狗粮 我们这里不让我说狗 你什么 这是你的男子呀